我還沒想到 我抱歉 Johnny在我身上的瓶 再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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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珀再度淚灑法庭 不僅當中被踹 控遭強尼用酒憑性侵 好萊塢男性強尼逮捕 跟前妻安珀賀德 兩人的誹謗官司 目前馬路第四周 雙方在法庭上互接窗霸 像極了八點檔 在美國時間5號 最新的庭訊 安珀在證人席上 淚流滿面控訴 強尼每每在喝酒或吸毒後 就會對她KICKA檔去 I'm on the countertop I had me by the neck and he felt like he was on top of me I've never been so scared of my life It was black, I couldn't see him My head was bashing against the back of the bar and I couldn't breathe and I remember trying to get up and I was slipping on the glass my feet were slipping my arms were slipping on the countertop and I remember just trying to get up so I could breathe so I could tell him it was really hurting me I didn't think he knew what he was doing I can't breat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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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暴霞的時候 遊會搭乘四人飛機時 搶尼赫瑪拉 又開始拿她和男演員 詹姆斯法蘭克 在電影中的親密場景碎嘴 必挑釁她 我感覺很生氣 他把我給人臂撞到地上 前面 他在說 真的有這麼噁心的事 他叫我一個混蛋 會慢慢站起來 然後移進去船上 然後他開始把東西放在我 像冰箱子、塑膠 我沒想到他只是在我 沒有人說什麼 沒有人做什麼 我可以聽到飛機放在那裡 我還記得我感到很... 很抱怨 安波又繼續加碼控訴 2015年3月 強尼在澳洲拍攝神鬼奇航舞期間 拿酒瓶性侵他 我抱歉 我抱歉 Johnny在我身上的瓶子 他一直在我身上的瓶子 我的肩膀被剪裂 我的肩膀和我的肩膀被剪裂了 很棒 我肯定有一個臀部在我身上的瓶子 我猜猜 他們說 你會殺死我 我會殺死你 他們說了我 再次再次再次 我害怕了 我剛才結婚了這個男人 我剛才結婚了他 安波也說 強尼還在牆上留下寫書給他看 安波也公布多張強尼赫鏘後的照片 連人的誹謗官司 暫時休息片刻 5月16號會再繼續 預計27號進行最後辯論 連人的誹謗官司